进去外婆家喝水老师有异味,于是外婆叫我跑到谷井里面查看一下。 刚走到谷井边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龙虾,结果我伸手去抓的时候已经掉到井里去了,现在我准备用捞网把它捞起来。 结果在捞的时候还发现了一只大牛蛙,还有一个五彩鱼,好像被咬的脸和饭了。 这个牛蛙,不要了,把它放生了吧,这么大的,现在冬天了,快吓宝宝了,放它回大自然。 看来这个谷井里面还有大货,因为昨天王大鱼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很大的浪花飞出来。 于是我就去外婆家,把它们的蜡猪脚和大鸡腿拿过来,准备把这个古典的大货给掉出来。 我们先把蜡猪脚和大鸡腿安装好,用个绳子套好,然后把它固定在井边。 这个谷井有很多年没干过了,里面有很多大鱼的,蛇鱼还有大鲤鱼,大草鱼之类的。 我们安装好以后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,隔个几个小时我们再来查看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去了三个多小时,我才跑到谷井查看啊,我的鸡腿好像不见了,猪脚也不见了。 我慢慢地把绳子拉起来一看,哦呦,绳子都咬了一大截去了。 看来这个谷井里面的大货真的不小啊,能把鸡腿和猪脚都给我吃掉了。 于是我跑到表哥家,把他们的大功率抽水机拿过来,准备把这个谷井的水抽干,看看到底有什么大货。 我们先把抽水机安装好,灌满水以后把管子顺好,然后准备开始打火抽水。 由于这个抽水机好久都没用了,可能要费很大力气才可以打燃火。 于是我周旋了好久,终于把这个抽水机给打燃了。 这个谷井的深度可能有七八米左右,估计要三个小时左右可以抽干。 现在我们打好火以后就开始持续地排水中。 哇,这个水好浑浊啊,估计谷井里面大货不少。 我们先持续排水,一会儿我们抽干谷井看看抓大鱼。 肥 嘉